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到了懒眼旁观的节目 很多朋友跟我说 就觉得懒眼的节目 很有智慧 而且视野非常广阔 所以的时候 我就尽量请到一些 高人,高手在民间 就是这些 不断地找一些好朋友 来和大家聊聊天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 李家超就是上任 我们都知道 他一定是当选的了 所以说未来特首都一定是没错的 那如何去 收拾旧山河呢? 这件事懒眼 就有些看法 我们今晚请懒眼 和大家分享一下感受 懒眼你好 晚上好 你好,首先说 高手就真的不敢当 我只是一个懒眼旁观 的香港市民而已 我今天想讲一讲 就是 未来这个 特首李家超 是怎样可以将香港 重拾旧山河 香港现在都是一个 多舍之秋 都是向下走的 那我想讲一讲 首先什麽叫管治 在我的认知里面 管治就是以合理 公正 共赢的政策 来管理 来法治这个社会 那叫管治 但是这个有效的管治 都要有明理合作的人民 才能够高效运行的 我给你一个很漂亮的手机 我给你一个很漂亮的手机 但是你乱来用 又要 又很粗制纜组 很粗手粗脚的 你都玩不上的 我们都要镜住来做 以及要遵守 政府的那个 规则 那个政策 大家合作 才能够有一个好的管治 那 其实一个管治 需要有清晰严谨的法例 和法律 令到所有人 包括了一些不合作的刁民 去遵守社会的规定 我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 就是有权利 就必然有义务的 其实道理是什么呢 道理就是你坐巴士 在巴士上面 你还没下车 就不可以骚扰司机 你有多少事情 多少劳粗都好 你都不好 多不高兴的司机都好 你都不可以走去 中途走去 是吵过司机的 也不能够中途跳车 不可以圈蛙 不可以在巴士里面 做一些有伤风化的事情 那这些是大家都明白的道理 香港也是一样 要么你移民 如果你不移民的 你留在香港的话 你就不可以 你可以中途跳车 但是你不可以未到站跳车 你一定要跟着那個規矩 你都不可以 走去立法局那裡 打爛了立法局的事情 那你和坐巴士 推坐巴士的司機 唐太有什么分別呢 那这些都是一个 必然要遵守的事情 等于你看第二件事 等于你看表演 去洪管那裡看那些 看show 你可不可以中途跳上台那裡 去騷擾表演者 說我要客串 不可能的事情 你不精彩 就算那些show 有什么不精彩 你都不能退避 你上得來 你絕對下次不要光顧 這個是一個大家要有共識 不同現在這些人不是 不高興的就可以亂來 不喜歡那個先生 就可以把初口罵先生 不喜歡的話就可以 燒烤那間學校也可以 那這些是不可能的事情 第三件事 就等於在學校裡面 就不可以侮辱老師 不可以粗原畏原 必須交功課守校規 那這些是一個很基本上 大家一定要遵守的規則 但問題就是 現在這個社會有很多人 這些基本的事情都不知道 我覺得不是的 我看到有些人 很好笑的 現在世界變了 巴士過了站 他不記得下車 他敢叫巴士 立刻在紅燈那裡開門給他 或者他追不及巴士 他真的截著巴士 要立刻在路中心都要開門給他上 因為現在這個世界的人 已經是低自化 他覺得他可以做任何事情 因為自由自上 關於自由的定義 有一集我已經講得很清楚 今天我不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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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錯事就要付出代價 欠債還錢 就一樣是天經地夜 所以現在是天經地夜 所以現在是天經地夜 如果下架特首 我覺得他首先要做的就是 所有事情要back to basic 重申教育 香港市民 香港市民 甚至乎要在電視上做一些節目 一些公民教育的節目 什麼都要回歸基本 所有的香港人都要有一個公正價值的觀念 不要誤讀這個平等 我今天就說一次平等和公平的分別 好 公平就是多勞多得 公平就是你做得好你就有多些的收益 就叫做公平 平等就是做36 不做36 人人你上不上學都可以不道業 做不做功課都可以拿100分 所有人就算他沒有做過事 人人都要分1萬元 那些是誤港那些 那些這樣的反動分子 現在被人通緝的那些 都可以分1萬元 這個就叫做平等 但是很不公平 所以現在的人呢 就是講講平等 講平等 他根本就是什麼 不知道什麼叫做平等 什麼叫做公平 通常平等就不公平了 嗯 那麼要回歸的基本 讓人們明白什麼叫做公平 什麼叫做平等 不要坐這件事情來做做 做房子 在這裡呢 在這裡講歪理 那些人呢 就教現在的香港市民 喜歡就留下 不喜歡呢 就好行革不送 現在香港政府 香港的市民 都保羅大宗 都沒有人有耐性 有興趣 跟你們這些混蛋玩的 嗯 要大家有個共識 那當你真的等著你在學校裡面 有個同學 在那裡經常搞事 在那裡開上台的時間 聊先生 跟同學 在那裡造反 那幫同學以前都喜歡跟他們玩的 挺好笑的 但是搞了搞了之後 已經不退路了 大佬就來考 考DSE 進大學了 你還在那裡這樣搞 還得了呢 那現在我沒有空跟你玩了 你再吵就 拜託你走出去破室 沒有人想跟你聊 如果全香港人都有這樣的態度 不會再跟這幫黃絲 講那麼多廢話 還有不會再給一些 現在還有一些KOL 有些電台的傳媒 有些電台節目 還有些人上去在那裡亂說的 這些人已經沒有了 現在香港政府是不再容許這些人這樣做 也都沒有了定眾的話 那我們香港的氣氛才開始 撥亂反正的 那現在我就集中講一下香港的四大難題了 我覺得第一就是文字未開 因為現在是全球低智化 我已經有一集講過的就是全球低智化 你看到現在的人做的事情 是很傻很傻 但是怎麼傻的事情都有人做 但是現在這個全球低智化之中 我發覺原來全世界最低智的兩個地方 就是台灣和香港 那怎麼看得出來呢 你看現在香港的大學生 我覺得那時候黑暴的時候 就有一個大學生 中文大學的 就拿著一個不知道好像是電鋸 電鋸 在那個校園那裡 在哭哭啼啼 就罵他爸爸 好像說他爸爸原來是警察來的 這些行為和一個白痴我覺得完全沒有分辨 那旁邊的那些同學那幫同道中人 就是在勸他安慰他 那這些你和一個傻了的人 和一個白痴有什麼分別 同意 但是這個都還沒算好笑 那剛才我先說到那裡 那些大學生呢 休息一休息一休罵他媽 然後就上街放火 襲警、暴動 無法無天 那這些就是文字尾開的 那你說不是啊 怎麼文字尾開呢 麻煩你看看別人以前 很多年前那些六四五四運動 那些救命革命黨 會不會好像你這樣做這麼傻的事呢 人家出來搞事都搞得有 有品味很多 好像你那些人 好像白痴那樣 那台灣的青年人呢 就更好笑 為了呢 要吃三文魚呢 突然有三百多人呢 就去改名 加了個鮭魚這個名字在裡面 鮭魚就是這個 三文魚 就是三文魚 那他為了要吃一下三文魚 三文魚呢 那現在有三百個人呢 那個名字裡面有個鮭魚 是 這個是 因為他拿著身份證裡面有個鮭魚的名字 才可以吃一下三文魚 那你說慘不慘 你教我兒子 教了這麼多年書 這麼大個人 那我想都不會一個五歲的 自己懂得去換身份證 起碼都要十八二十二啊 沒錯 那你說 你可想而知 這個全球制製法 香港和這個 和這個 和這個 台灣都算是 首位一致了 是吧 OK 那麼 現在 香港和台灣都是 那個 傳媒呢 都是很多黃絲 KOL 現在台灣都很厲害 台灣的一傳媒 現在突然就不行了 他都倒閉了 倒閉了 不是因為政府取締他 是因為他的經營不善的 香港就不同了 香港就是我們香港政府取締他 是不是 嗯 那麼 但是現在香港的傳媒呢 仍然是 有時候看節目呢 還有很多的 陶傑啊 那些人呢 都是還在那裡 悍悍而談 在那裡很高興的 在那裡 是妖言抹眾 倒閉為恩 啊 那麼當然你說 那麼香港政府都要找一些人來做花瓶啦 是不是 如果全部的人呢 這個韓蟬效應 個個都不 都被他再說話 那麼 那個氣氛就太過 太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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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怖的就是了 嗯 都要留下 就是留下一個半個人 在那裡 點絕一下 那麼但是 點絕還點絕啊 就是我 我可以給你表演 但是我不是給你表演得 那麼離譜啊 就是你可以一個半個人 又仍然是有這些 這樣的反對 反對的聲音 但是問題是 你不可以 說一些不合理的東西 是吧 我給你吃東西 就是你可以 今天呢 放你一下 給你吃一些其他東西 因為你有病 但是今天呢 你生日我給你吃 但是不是叫你今天 可以一次過就吃五包煙 一次過就吃兩個蛋糕 嗯 是吧 但是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看到有些 在電視台裡面 在電台裡面 那些人的東西呢 都還是說真 和黑暴事件 最嚴重的時間呢 都不是見好得很多的 那這些都覺得 香港政府都要去想一下這個問題 那些人呢 就是在電台裡面呢 就是黑白不分 所以每天都在電池上 都在電視台上 全體內的方法 都在電視台裡 都是在電視台上 都自己有四個星球 而且應該就是 所以這次的電視台上 那些電視台上 全都得來 他們都在電視台上 全都會在電視台上 都還沒建好就已經拿來拍照了 你以我無批房來說 那個樓盤真的是差了 但是問題你看到很多都還在做很多事情 搞亂香港的 結果一個問題就是 這個文字還未開的原因就是 香港這麼多年來教育界 我上次解釋過了 就是本身那些CG是循環的 是 沒錯 差的 教他差的出來 是吧 原來我那時候醒不起來 現在醒起這句話了 好像逐一點 但是也不是逐的 是事實 就是臭鞏出臭草 OK 這句話很出名 當時是簡炳池說的 以前我們笑的那些人 自己很頑皮 大生的子女就很優秀的 就叫做打粥出好損 但是這件事是開玩笑的 打粥荷爾出的很順皮 現在香港的人那個教育界 教書的人的質素這麼差 你怎麼可能寄出好的下一代呢 但是現在香港的教育界 就是在那一年來有預謀地令香港的新世代 就倒向這個扭曲思想 說回歸25年 25年都說有一個年輕人 今年都25歲了 從出生到現在 你想想 香港現在那個意識形態的新一代 那個思想認知有多大的問題 好了 所以在這個文字尾開這個大問題裡面 我們首先要做的是全力整治這個教育界 尤其是高等教育 專上學院 大專那些 什麼意思呢 在過去這二十幾年來 香港政府是無限擴充大學的院舍 無限擴充大學的人數 那些學生 有這麼多學生就有這麼多私資了 那是無選擇性地將那些學院升格 全部都變成大學 那這個做法呢 其實當時為什麼要做一些副學士那些東西呢 其實當時呢 這個是一個臨時措施來的 因為那個人有一段時間 殺死那段時間 就是要解決這個高失業率 那就要接收這些各級的畢業生 就是以免就變成了傷失 那所以呢 就搞了一個副學士 那令到可以延續那個學業 可以希望有機會再炒讀上這個大學 但是也都因為這樣呢 也都令到這個學業 學生的水準 大幅度降低 但是這個都是臨時措施來的 但是搞了搞了變成常規法 但是這些是什麼呢 就是坐輪椅坐上癮 這些就是香港政府一向的做法來的 好像那時候的臨時房屋區呢 一臨就30年了 很多東西都是臨時的 搞了搞了就變成長期的 那這個呢 當時就搞這個副學士啊 又要擴充這個大負責專院校啊 整個那些 但是人口就沒有多了 學生人數沒有多了 那時候我們考會 我們年輕的時候考會考呢 一次是十幾二十萬人的 十五六萬人都有的 一屆 但是今時今日是五萬人 大學以前就是十五六萬人在考會考呢 到最後就只有兩間學校 兩間大學 每間幾千人 兩三千人而已 但是今時今日呢 就在講五萬多人去考 結果呢 就只是大學生學位都超過兩萬 是啊 其實有沒有什麼需要呢 這個大家可以三思一下 但是也有這個問題就是 那個CG很差 還有令到香港的教育界呢 是 令到人覺得那個 為之騙滿 那些根本 根本是 究竟是什麼什麼的 香港的公帑 究竟是落出了什麼人出來的 我講一講 其實大學學位真的不可以太多的 你這麼多大學學位 你是不是這麼多人適合去讀大學呢 這個真的要想一想 還有我們國家現在正在做的一些方式 就是希望可以讀到大學的人口 不是所有學生都會放在門那裡 還有我剛才說錯了 不是阿賈炳馳說的 是梁耀宗說的 街工的梁耀宗在立法會裡面說 你電話好 不好意思 你電話好 收得很差 我聽不清楚你說話 哦 好 不好意思啊 我看現在有沒有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 現在好一點 是 臭坑出臭草的一個呢 就是出自梁耀宗那次在立法會裡面說的 是的 這個就是這樣批評什麼小圈子啊 那時候這樣提法 是的 這句話不是他講的 這句話不是他出的 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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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錯 沒錯 是 交給你 冷眼 是 所以現在就是這個無限去擴充這個大學院校 我看到現在最近有 有時候我經過有些大學 我駕車經過 看到他現在還在建一些新的校舍 很漂亮的 但是我想這件事呢 這個是一個很不負責任的一個做法 為什麼呢 他們每一年都有一個budget的 這個budget呢 他用不完 明年就會減的 所以他一定要用到盡量 然後再申請多點的budget 那大家就玩這個遊戲 要不然他拿不到足夠的經費 所以大家就無限降充 現在在講的 都不知道有多少優惠給那些學生進來讀大學 學生現在就威過做教授了 嗯 沒錯 那現在香港政府應該就要全面監控那些教材 和國校老師的言行 以免這個濫於充數 就浪費公帑 就誤盡創生和喪指 那由這個幼苗的時代 就在講25年前 現在這個回歸50年 就比起了25年了 現在看到現在教育出現了什麼問題 出了一班這樣的 完全是沒有愛國思想 完全是反中亂講的一班這樣的大學生 剛剛好啦 25歲畢業了 什麼大學生 博士就讀完了 是不是? 就受到這種人了 那現在我們從新一代開始 就從幼苗開始培育 培育什麼呢? 培育愛國和大鵝的思想 提倡要犧牲精神 提升中華民族的認知 那這個是在教育界我們要做的事情 那另一方面就是要整治這個法律界 那上次我講過了 我就再加一些東西 就是要嚴選各級的法官 嚴選 不是你說做就做 那還要好像你選公務員 你做公務員都要查三代 法官就更加要查五代 建立這個考核投訴的制度 我們要考核一下這個法官 這麼久以來的那個表現 還有呢 是有這個投訴法官的制度 要有效而行之 讓那些法官知道他要向公眾負責的 這樣才能夠有效維持這個法治 尤其是要追殺那些黃絲的法官 因為很多那些法官 當時黑暴的時候 就是藍藍放 暖的放生 但是現在我看回 好像還有一些當時的黃絲的法官 現在都還在做法官的 有時候都看到的 但是我看到他們現在判刑就重了一些 但是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還可以再做 這個都要了解一下 那就是要盡快建立這個23條 黑不容緩 不可以再縱容這些黃絲 還有23條有一條是要管治那些傳媒 那些宣傳 那些大氣電波的 那這件事我們就是不要讓那些黃絲再發放歪理 害港害國 我看到有很多都 仰仰得意在那裡走來走去 我真的有時候都看到火到來 那要重新建立這個嚴謹的法規 嚴懲那些刁民 或者你可能覺得我少少硬了少少 但是我也是這樣看的 在這一刻來說就是 就是有殺錯沒有放過 那什麼意思有殺錯沒有放過呢 其實不是說得這麼嚴重 其實你可以參照一下交通法例 你不要理你 我不知道 你可能說去奔喪也好 說去急政室也好 總之你衝鋒燈 超速都是要罰的 你說多少都是要罰的 那是不是有殺錯沒有放過 是啊 是不是 那是一樣道理而已 現在開始就不要跟你說這麼多了 你不要跟我說什麼歪理 那樣東西 總之你犯法我就抓你 你在那裡搞亂這個香港社會 你在那裡講港獨啊 在那裡反動這個 反動勢力的 我就立刻抓你 貧富老少一視同仁 你九十歲我都抓你 你多窮多有錢都抓你 窮不是一個藉口 有錢更加不是一個庇護 現在又要這樣做 這個就是對付這個文字未開 因為這些人文字未開我就告訴你 就是你管三番 管三番你就不要跟他說這麼多話 你就要告訴他 你就要這樣做 這樣做有得獎 這樣做有得罰 不用跟你解釋這麼多 你就招叔這樣做就行了 好 當大家習慣了上了軌道之後 我才慢慢放鬆 這個就是文字未開的做法 好了 第二就是人心散門 人心散門就是現在香港人 基本上都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的 因為這些黃絲 香港有六成是黃絲 大部分的人 都是不認同這個回歸祖國的 那些人想搞港獨 港獨不成就想著移民走人 那這些人就沒有想過留在建設香港 從上舊山河 那這些人是不會想著為國為民的了 那黃絲裡面就有很多有能力的人 那有能力的人就想走人 沒有能力的人就無能為力 在這裡守株待兔 等政府派錢 等政府給他們一間房子 我之前有時候說我現在是新一代 經常都等政府蓋房子蓋房子給他們住 都有人說我這樣說不對 說我這個看不起窮人 我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這樣說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個心態就是 什麼都是靠自己是很對的 為什麼 有什麼問題 是不是 好 那我不會理這些人說什麼 那現在其實看回現在的形勢 自從這些疫情之後 從這個六月黑暴事件開始 香港的人來香港玩的自由行的人 人數一直急急的減少 已經減少了 再加上這個疫情 兩年、三年 封了港和大陸的聯繫之後 那些人已經不習慣放隔離香港玩的 嗯 沒錯 那這個疫情的習慣之後 其實這個都會成為一個孤城 我們香港已經建立一個孤城 對外也一樣 去哪個國家都沒有這個氣泡的安排的話 也沒有什麼必要都不會出去的了 那很多時候 我有很多國際的事務 我都在生意做著 全部都是用這個show meeting 但是show meeting 其實有些事情是講不到的 有很多事情 是會盡在不移 有些事情要見到面 大家才會談到的 同意 但是這件事情都是很大的問題 嗯 很多事情都不希望八字黑字的 聊這些事情 但是你現在什麼都要黑字 八字黑字 用email 其實就是不用聊 那香港現在實際上 如果一直都還是搞不定這個 疫情的那個安排 現在你外面那些 我沒有說這個對 但是現在其他國家很多都 大家都已經互通了 因為你那邊又在講 多少成的人染疫 多少成的人染疫 大家都不用你怕我我怕你了 所以很多已經開通了那個交通鑊來的了 但是香港現在實際上就是 左又不是人 對外又又不是人 對祖國又不是人 現在祖國都還沒開到關的 那麼何去何從呢 大家都不知道 那麼人才流失 很多人就移民 香港都沒有什麼好路了 走了大哥 那麼現在香港一直在做什麼呢 就是一邊搞基建來流人 搞三跑 很多人都在三跑賺錢的 搞很多項目的 有繼續在抗戰這個地鐵 繼續抗戰 但是這件事情其實是喝醇止喝的 為什麼喝醇止喝呢 其實這個最終是沒有用的 因為你有基建但是沒有人去用的話 其實是賺了錢的 我可以說走到現在口頭上 現在即時可以有幾個例子 第一就是港珠澳大橋 港珠澳大橋用了多少人力物 來幾個時間興建 興建了之後 現在那個水量有多少呢 大家心肆肚明 因為疫情關係 當然不是就是疫情 你會不會無端端你要去深圳 你會無端端開車去了珠海才回頭 我想你不會 這個設計就有問題 是 OK 如果當時來講 如果你明知道 是沒有條路出去 沒有條路出去這個深圳的話 我是香港 是中國政府的選擇 我就寧願不起絕 你經驗數我才起 但是現在起了 現在好像有一個新的 遲些會有一個解決方案 就會另外開一條支路 這個是之後的事 但是至少這個港珠澳大橋 起了這五年 這幾年有沒有五年 都有五年的印象中 那這段時間 那個工廠的浪費 你又多慘 第二個就是香港的基鐵 香港基鐵 究竟起了多少錢 以及每個收支情況之下 都沒有公佈過 因為整個香港的鐵路系統 是一起計算的 它不會計算一格 一格來計算 一段一段來計算 但是我想如果只想 香港基鐵的收支 由它開始到現在 由97年到現在 我想那條數嚇死你了 蝕到 OK 那我看到 大家有沒有看到那個 支出和收入 和成本 是完全不合比例的 沒錯 還有一個叫迪士尼樂園 迪士尼樂園也是 花了多少錢 香港政府填了一塊地給它 大嶼山整塊地割了給它 有一塊地割了出來 到現在都沒有用 這是第二期 第一期搞不了 什麼第二期 這個又是說 有基建就沒有人用 好了 將來 現在接下來 有機會會是另一件事 就是三跑了 如果香港搞不了 那個對外的交通 疫情各方面的事情 那你說不會的 怎麼會去到 起完三跑都還沒搞定 這個我都不敢包 大陸 誰知道會不會有其他 就是口號的污漢 會不會有其他新的疫情 是吧 你都想不到這個三跑 想不到這個新官 可以搞了兩年幾三年 回不了大陸 好了 但是這個問題就是香港 一定要有足夠的旅遊業 和足夠的生意往來 才會有這麼多人來 是不是 但是問題是你建三跑 建得這麼漂亮 建得這麼大 現在三跑那裡 建了一個科技城 我忘記名字 很厲害 將來有一千個 一千個鋪位 有一千間公司 有一千間商店 可以在那裡 現在建好了 不過還沒啟用 這些東西你不斷建 不斷建 建來做什麼 有人流才可以的 是吧 等於你說你有一個漂亮的店 在銅鑼灣 但是你都不知道賣什麼好 有很漂亮的裝修 但是沒有好的銷售 又賣了那些九樓的貨 那就完全是沒有用的 我說的這件事 沒有這麼誇張 我一告訴你 就不是就是事實 我就很有條件告訴你 因為我去年多大 但是當年在環球商場 是說的是差 環球商場剛剛賣出來的時間 多少人跑去那裡 買去那個鋪位 那時候炒得很厲害的 我想都有三四十年了 環球商場 中環的 OK 今天你去看一下環球商場 那個商場在賣什麼 是那些崩梅在賣崩梅的東西 嗯 當時買了那個鋪位的東西 很可憐 在哪裏?在金鐘那裏? 哦 是不是? 不是金鐘 是中環 中環環球大廈 哦環球商場 我知道 知道 環球大廈那個商場 沒錯 這就是一樓的石的location 嗯 九樓的management 還有賣九樓的貨 嗯 嗯 那就玩完了 就是這樣而已 所以香港都是 你弄得很漂亮的基建 很漂亮的三跑 很漂亮的這個東西 沒有用 嗯 同意 如果你在香港裡面的東西 那些東西死了的話 你怎麼搞都沒有用 那麼 現在香港政府要做什麼呢? 就是要令到中央相信 要重新相信 我說真的 其實我覺得 就是免頭信你和真正信你 是兩回事的 有很多人我們都本身都很討厭 但是我不會告訴他們 我討厭他們的 我通常這些 你越是不親的人 你越是越對 通常來說你對會越客氣 通常是罵 罵家人的 因為你當自己人 所以 現在中央對香港這麼客氣 我也很害怕 因為中央對國內的每個省市是很嚴厲的 你一開話要隔離就隔離 哪個官員做得不好 說炒就炒 是吧? 但是香港不是啊 你做得多差 林鄭怎麼去都不做 他都不做事 不搞他住的 嗯 是吧? 做你香港人是千衣百順的 很疼的 為什麼? 你是外人 明白 是啊 這個同意 愛人就會客氣一些 是吧? 就是了 所以我覺得現在 我們一定要令中央相信我們 至少人家不敢說 至少我是 我冷眼是 我相信大衛sir一定是 是 我們都是愛國愛國 是自己人來的 絕對 我們會和祖國 是休戚與共 我們會好好地 和祖國一起發展這個大灣區 這個大灣區 所以我覺得是未來我們的希望所在 嗯 香港呢 絕對是 應該是成為一個有用的系統軟件 而不是一個病毒 在黑暴事件的時間 如果我們處理得不好的話 如果我是香港 我是中央政府 我是不會讓香港的人 進入了這個大灣區那個系統 因為它是病毒 而不是一個好的軟件 但是現在這件事已經完了 我希望 上次我已經說了 希望大家要 新的一代 新的特首 好好地做一些事情 令到我們 令到中央相信我們 我們認同我們是中國的一份子 這樣才能夠 是重建了我們 大家的那個 血龍於水的關係 因為其實每一個人都是 一個人是有希望 才有活下去的動力的 其實坐牢呢 坐牢呢 其實除了剝奪它的自由之外 最大的懲罰就是 令到他沒有希望 對嗎? 最大的懲罰就是沒有希望 沒有這個幸福感 沒有那個 你的存在感沒有了 這些就是沒有希望 對嗎? 獲得感有望 他覺得他將來出來之後 他沒有希望 因為他有暗底 他不可以再像人一樣 平身人這樣 做一些功是沒有得再做的 嗯 嗯 所以他就沒有希望 那這個就是真正的情緒 那現在一樣 如果香港人 都是要有個希望 同意 現在很多人是沒有了希望 同意 OK 因為你已經搞到 中央不信你 媽媽已經開始不信你了 那我怎麼還可以 就是靠著母親去發展呢 嗯 是吧? 那這也是一個問題 嗯 那第三 就是內有奸賊 嗯 那奸賊當然是一個黃絲 黃絲就要全力追殺 就不要理他講什麼 不要在那裡 人家說兩句你就疼 他們在那裡又說 又說要恐嚇你兩句你就疼 不理他 總之好像鄧炳強就做得對 無論怎麼樣都好都要趕盡殺絕 對敵人引刺 就是對自己殘忍 治重病就下重藥 有些病 沒有辦法的了 如果你有時候 有一個人中了毒 以前我們看那些語言場片 最流行的了 如果被那些毒動物中了毒 手都要砍掉 你保存生命 你保存生命 沒錯 同意 你不捨得砍一隻手 你的名字就沒有了 那 就要顧本陪元 OK 等你治好病之後才慢慢吃寶品 如果你不治好病 你吃什麼寶品都沒有 那這就是用這些重手法 要令到那些奸人的鳥獸散 至重營 就做一個示範 就令到其他人不敢再在這裏做法 就不敢亂來 當年六四那個時候 今天我講的其實我也很膽地講的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很多人都未必同意這樣講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講的就講 其實這個也是一樣 為什麼要用總法去懲治這幫黃絲呢? 其實就等於六四的時間 中國六四事件就出坦克 就是出坦克的時間 就在電視播出來的 為什麼呢?就要令到那些人 當時最高峰的時間 全國是有一百萬人在湧上天安門的 他就要做這個動作 播出來令到全國都看到 就是說現在天安門已經出坦克了 你們不要再在那裡再湧上去北京 就要制止全國的反動派 那些反動人士就湧入北京 當年如果不是這樣做 中國早就已經忘了國 這個顏色革命已經得了請 我們就會是第二個蘇聯 肯定解了體了 我們可能今天的名字就叫做廣東省 香港就是之前的佔中處理不當 就是15年的時候那個佔中 14年是15下 15下 14下 就處理不當 14下處理不當 那外國勢力就是吃水滋味 卷土重來 19年的黑暴呢 如果當時我們處理得不好的話 就算中國搞不了中國 中國沒事的話 香港也會玩完 不是那些人以為現在好像很小事 其實就好了 非常恐嚴 2014是對的 不是 2019 2014是佔中 9月28日佔中的 是的 2014就是佔中的 沒錯 我們說錯了 但是19年就不一樣 19年就是真的暴動 那些人是說是用燃燒彈 丟進去警署裡面 是整班人為警人的 搶槍的 是推倒警車的 燒警車的 嗯 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 根本香港也會玩完 嗯 OK 但是現在這個黃媒 黃絲在那些媒介裡面 還在這裡是看看意談 在口水多個茶 胡說八道 羊羊得意 現在陶傑那些 那些還在那裡 很有趣的 那個什麼 劉沐雄那些 都還在那裡胡說八道 在內外呼應 那這些人呢 如果還給這些人 還繼續在那裡 因為沒有23條的原因 被他們在那裡說什麼呢 到最後呢 有一天如果這個波蘭再現 香港其實都堪遇的 那你說會不會啊 如果你看看烏克拿 你就知道發生什麼事了 現在你就算烏克蘭 有人想和這個俄羅斯講和 他那個總統知道 因為到時他沒有運行 死定了 還有拜登都不會讓你這樣做 又發放假資料出來 你想想這些人做什麼不夠膽做 他真是屠殺了四百多個自己的子民 屠殺那個是不是那個布查珍 嗯 沒錯 布查珍 嗯 要做一個假新聞 都是要令到這個和談 不能夠成功 你以為香港到時他死了四百個香港人 對他來說算是什麼 你以為他不敢做嗎 當時你不要以為沒事 當時是曾經是抓到一幫人 是找到他們那個是有炸彈和有手槍 是想搞事 不過香港警察好東西 就查到抓到這幫人 還有當時已經是有幾個地方 有幾次抓到找到炸彈 如果有一次如果放到炸彈 炸到又死了一百多人 你看香港會怎麼樣 所以這個是絕對不可以再在那裡 那件事你就忘記了 好起來就忘記了痛 所以必須要倒佔於眉 對這些奸賊一定要手起刀落 好 好了 那麼 那麼第四 第三個問題就是內有奸賊 第四就是外有柴狼 那麼英美的政客 現在主要都是英美的 我看不到歐洲那些 其他搞香港的 澳洲都沒有搞香港的 主要是英國和美國的 英國和美國 彭定康那些 一直在那裡發瘋 一直在那裡搞事搞事 就在那裡虎視眈眈 他們的錢是無限的 因為他們可以印假人子 可以印假鈔 他們多多都有的 你知不知道 那個 柯富翁撤軍的時間 在那個軍營裡面 抄到一箱全身沒有用過的美鈔 有 知道很多 是啊很多 那些錢印出來的 紙來的 在他們心目中其實 其實他們是印公仔紙一樣 印公仔紙一樣 所以你根本不需要擔心美國會破產 只要一天有一天有油墨 一天有紙的話 就沒有問題 好 他印假人子來資助香港的內奸 反港反中 你看看現在英國和美國的使館 在香港的中國 香港的使館 在中國人數的數目 是不成比例的 英國我不知道 但是美國就肯定了 是超过一千人 我怎么计算也计不了一条数 为什么要出一千个工作人员 大家想想这个问题 这个是不是应该 既然他现在都跟我们撕破脸 那是不是应该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要做一点事呢? 至少都减去人数 是吧? 那时候是的 现在就不知道了 现在可能他觉得没什么用 少一点 是吧? 这个不知道 但是他也在卖一些东西的 他卖了啦 他卖了一些东西 他刚刚在4月1号的时候说BBC的新闻 就说英美同时发表香港报告 在香港的美国公民去年以来就大幅减少了 自从2021年到现在就大幅减少了 减少多少呢? 就要看看 找一找才知道 总之说少了人了 应该就拜拜了 希望是吧 那这个你也看到一件事就是 因为当时他最多人的时间 就是19的时候 嗯 没错 就是他还没减少人嘛 你可想而知 英国和美国的领事馆在香港是做过什么? 就是说暗中暗中去支持那些黑暴啦 甚至乎可能是根本就由他们去拆动啦 当时我最记得就是说当时的乌克兰那些军事人员 居然可以进香港境内去指挥暴动暴乱行动 他们这些军人的在那些场景出现的手法呢 是跟全世界各地的颜色革命是地区一模一样的 所以呢 在未来的时间呢 中国和香港一定的政府 必须金睛火眼盯着 入境处就要把关了 不要再让这些外国特务黑钱流入香港 不要让这些黑钱流入香港 去资助这些黑暴行动 那么最后总结啦 这些都是很大的题目 有很久讲的 今天又想了一些要补充一下 世界在变啦 世界在变 人都要变 但是有时候可以以不变应万变 但是有时候需要以万变 就对白变的 所以一个人呢 是不可以一步通书 通书看一套路 他生于忧患 死于安逸 香港就是死于安逸 完全都没有这个危机意识 那么中国为什么今天会这么蓬勃 因为他生于忧患 同意 中国的确不是就是 那么 是啦 水能载舟 亦能覆舟 香港的封厚储备是解药 亦都是毒药 他就因为有这样的封厚储备 他就觉得这些钱可以无限制 没钱就派啦 香港怎样都不会死的 没钱就建多些学校 很多人就可以上学啦 再没钱就建多些机场 建多些基建东西啦 那些建筑业那些就有钱找啦 这个储备就是一个解药 亦都是一个毒药啦 因为他觉得有需要再找这个新兴产业吧 没错 没错 那爸爸有钱 爸爸有钱就可以令你封衣足成 也可以害死你一事无成啦 那在以前有一首歌 有一首词叫做《醒世歌》 他呢 其中有两句呢 他就说 瀉 瀉 瀉香的瀉 瀉因香重身先死 因为他有瀉香 所以他就被猎人捉了他 所以他很快就会死的 瀉 瀉瀉的瀉 瀉為多斯而命祖亡 瀉瀉是因为有很多套屍的 所以他就会很快就会死 被人捉了去套屍的 所以香港就因为香重和多斯 所以现在就是早死了 熬不久了 澳门呢 就不同了 澳门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人家看不起那个国家 看不起那个地方 所以今天就没有人搞他 所以也都因为 起不起眼了 没有人搞他就可以好好成长 那时候有人问我 我好像上次有讲过 有一次黑暴那时候 我在日本的时候 和有些法国的朋友在那里开会 就是那些partner 问我 为什么香港回归之后 有这么多问题 这么多事情 我说因为在回归 没回归之前 中国政府不会搞香港的嘛 但是回归了之后 英国没停过搞香港嘛 嗯 同意 就是这样 所以问题就是这样了 就是 如果你有个女儿 那个女儿越漂亮越多人追 那个父母就越来越烦 嗯 但是如果那个女儿不漂亮就没有人追的话 那个父母就更烦 嗯 香港就是这样了 香港呢 又漂亮又多人追 那中国政府就很烦了 嗯 但是现在香港呢 又不漂亮又没有人追了 嗯 但是中国政府又更加烦 嗯 所以呢 现在大家一起研究的话 我们身为香港人 大家集思港益 看看怎样帮到香港政府 嗯 看看怎样 就算什么都做不到 你只要做一件事 你就已经可以帮到香港政府 嗯 做什么 就是奉公守法 奉公守法 哈哈哈 这件事是基本事来的 现在要提真是 是啊 奉公守法 政府叫你去打针 你就去打针 不要玩那么多 也叫你安心出行 你就安心出行 嗯 不要搞到呢 搞到现在这么大事 才去打第一针 嗯 如果这样就害死了八千多人了 八千多人了 嗯 很多人就没打针 所以就多了人死 多了人存疑 嗯 只要你肯去 个个都肯去奉公守法 香港就会好很多 嗯 嗯 就算你不能够去解决问题 你最小的问题就是 起码你都不要製造问题 是啊 对 同意 是啊 所以现在的整治 我的冲心思想就是 除了特首有责任之外 是香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没错 没错 我同意 香港每一个人都有责任的 没错 对啊 小孩都有责任 嗯 每一个人都有责任 老人家有责任 嗯 嗯 好了 看看我们可不可以重新出发 嗯 东方之珠 光芒在燕 嗯 好了 今天就这么多 好 多谢你冷眼 感激你 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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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次再说 拜拜 拜拜 好了 多谢你冷眼 那我们也看到 其实香港的未来 真的掌握在 我们大家的手上 虽然很多人觉得这句说话 好像说得很韩祸 但其实呢 我就覺得一點都不寒的 因為 這個是事實來的 我們沒有辦法去放下香港 包括我現在人在中山 其實心心念念都是 掛著香港 希望香港可以變得更加好 送子女上來讀書 是因為香港的教育出現問題 而且我們去觀察到 其實香港是需要經過 肉火 現在有機會重申 我就覺得這個重申 感覺是 舒服的 為什麼呢 因為過去的 一個情況的時候 起碼把很多 社會深層次的矛盾 是真的 提出來 在台面上 放上去 原來裡面爛成這樣 那我們應該怎麼做呢 我覺得 剛才冷眼說的幾句話 我覺得 是 很有感受的 譬如 打粥出好筍 臭坑出臭草 射因香重 新鮮死 殘為斯多 命祖亡 其實真的是 你說香港 是不是因為 你自己 是一個東方之珠 所以令到很多人 會寄予香港的 一個繁榮 還有的時候 想從中取離 這個是 一定有很多人 想這樣做 但是 我們現在怎麼做呢 就是在國家的領導之下 一國兩制之下 我們真的要好好地 盡好自己的公民責任 手法是最基本的 做好自己 一分一毫 我印象很深的時候 就是當年 70年代的時候 香港 其實是很純樸的 就是 那時候資本主義 就沒有那麼強烈 每一個 左輪有你 其實都是很親切 你會感覺到 人間有情 我就很希望 在未來的這段時間裏 大家都是人間有情 可以看到整個香港 就逐漸越變越好 這個相信是 每一個香港市民的 希望 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今晚的時間 到此為止 請大家訂閱 大衛sir的頻道 普通話也好 廣東話也好 還有今日頭條 亦都希望大家的支持 好 拜拜 各位 拜拜